加拿大外交部所谓的声明颠倒黑白,混淆视听,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中方,中方对此强烈不满,坚决反对。 一段时间以来,加拿大方面多次误称中方散布针对加拿大政客的虚假信息,但从来没有拿出任何真凭实据。 而加拿大方面,长期炮制涉疆、涉藏、涉港等谎言,攻击抹黑中国,加方才是虚假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。 中方敦促加方尊重事实和真相,停止散布涉化谎言,停止毒化中加关系的氛围,损害两国关系的言情。